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这个文化方程呢 它是second order linear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s OK 那这边只有a跟b呢是constance OK 那我们知道就好 那我们的做法呢很简单 我们一开始就是try 我们try什么东西 我要留个空格 待会给另外一条 我们要try exponential y等于exponential lambda x OK 所以我们的问题呢 就从第一个试试 y到底是什么东西 进展到这个地方 lambda等于什么东西 OK 那一旦一带进去之后呢 我们很快就得到一个特征函数 特征函数呢 lambda平方 再加上a lambda 再加上b等于点 所以lambda呢 很快了 就可以求解出来 变成多少 2分之负a 正负 2分之1 根号 a平方减掉4b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样呢 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由后面的这个a平方减掉4b来决定 到底我们的解呢 是什么 假设a平方减掉大于4b 所以减完了这个项呢 是大于零 而且是实数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两个解 lambda1 等于2分之负a 再加上2分之1 根号a平方减掉4b lambda2 就等于2分之负a 减掉2分之1 根号a平方减掉4b 对不对 我看看 我们干脆在右边写好了 来来来来 我们就把它写成case1 case2 啊 solution OK Case 1 橘色的 我们有两个Solution OK 它是Distinct Roots 这个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用白色的来写 所以我们会有Lambda 1 2分之负A 加上根号 2分之1根号 A1平方减掉4B Lambda 2 2分之负A 减掉2分之1根号 A1平方减掉4B 所以有两个Basis 第一个Basis是什么 Y Exponential Lambda 1X 跟Exponential Lambda 2X 所以我们General Solution呢 Y of X呢 会点C1 Exponential Lambda 1X 再将C2 Exponential Lambda 2X OK 我们会有这个 好 Case 2 Case 2 Case 2是什么东西 Case 2呢 这一看就知道 当A平方减掉4B A平方等于4B的时候 这一减 这边变成0 就没有这一项 所以你Lambda只有一个 2分之负A 那你会得到一个什么 Double Root OK 所以你会有Lambda 1 等于2分之负A 就是这样子而已 OK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会得到什么 你们这边聊天小声一点 OK 好 再三四秒钟我就收作业了 还没交 赶快交 好 那我们这边的Basis呢 就有两个 第一个 Exponential Lambda 1X 那第二个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的 Exponential Lambda 1X 前面再乘上一个X OK 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可以假设 第二个是 第一个前面乘上某个函数 然后带进去解 你就可以解得出来 那我们的Y of X呢 就会等于什么 C1 再加上C2X Exponential Lambda 1X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解出来 第三个呢 是我们一个Complex Root Root OK 所以我们Lambda 1跟Lambda 2 会变成什么 Lambda 1会变成为 二分之负 A 这个不变 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那现在只是说 4B比A平方大 所以这一减起来 会变成负号 所以负号呢 开根号就变成I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 加上 二分 加上一个I 不然我Lambda这样子写 我这边不写Lambda 1 Lambda 2 我直接就写 正负 I 根号 二分之一 根号什么呢 里面就要剩下正的咯 那本来4B大于A平方嘛 那负的我们已经提出来 所以里面就会变成4B 减掉A平方 OK 所以呢我们就有两个 两个解 两个root OK 两个那个 这个basis OK 那basis的写法呢 有两种 一种呢很简单 就照样写 Exponential Lambda 1 X 另外一个Exponential Lambda 2 X 这个很简单嘛 对不对 只是Lambda 1 那里面包含两项 OK 那一个是Exponential的 负的二分之一次方 另外一个是Exponential I 的二分之一 根号4B 减掉A平方 那假设这个地方 你把I 经过一些转换什么的 它也可以变成Psychosine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整个的Solution啊 我prefer这样子写 这边呢 我把相同的写出来 那里面你可以是写 C1 Exponential I Omega 加上C2 Exponential 负I Omega 你要是这样子写 没有问题 大家都看得懂 那Omega是什么 这个叫做Omega 定义成为Omega 或者Exponential 负的二分之一 里面呢 经过转换之后 用U的Equation 会变成A的Cosine Omega 抱歉 这边有X 这边都有X OK X 再加上B Sine Omega X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边 所学到的一种方式 OK 那这边呢 我重新整理一下 我把这个写的 这样子空间会比较大 好 这是我们头一次 所学到的一个最简单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学到的就是Ulocal Equation 对不对 UlocalEquation 跟上面这Equation 有什么不一样呢 基本上 很多地方都一样 我先把一样的地方写下来 然后什么地方不一样 两次微分前面乘上的是X平方 一次方微分前面乘上是X的一次方 不微分的前面就不乘X了 这个叫做UlocalEquation OK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要用什么来try呢 我们要try哪一个答案呢 我们上次有试过 我们要try什么东西 X的M次方 OK 当我们这样写的时候 我们一代入呢 你就会得到了什么东西 得到了 第一个M乘上M-1的 都忘光了 来 看看到底是什么 直接看比较快 好 再稍微整理一下 再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会得到个特征函数 M平方 再加上A-1的M 再加上B等于0 我们会得到这个特征函数 经过这个特征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求得它的解 M呢 会等于什么东西 OK 你要是再不记嘛 就用最原始的方式 最原始的方式就是 2A嘛 2A分之1就剩下A 2A分之1就剩下A 正负 根号B平方 A-1的平方 -4Ac 变成4B 这样子也可以 OK 你就得出了M 你有两种M OK 第一个 假设 我现在A-1的平方 比4B来得到 那一剪完之后 根号里头这个数字 大于0 一大于0呢 你开根号就可以有 正式的开根号 抱歉 前面还有个2分之1 又忘掉了 OK 那么你就有两个解 Lum到1跟Lum M1 A-1的平方 OK M2呢 完全一样 只是正的变成负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马上就告诉我 我们会有两个basis 这个是basis 第一个是x的 M1次方 第二个是x的 M2次方 你有这两个basis 那我们的解呢 就很简单啊 C1x的M1次方 这就是他的解吧 紧急着再看 假设A-1的平方 刚好就等于4B 那这一减起来 刚好里头变成0 就没有后面这一项 你的M只有一个 2分之1-A 那这时候你的basis 会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Explanetial Mx 不不不 不是Explanetial Mx 是x的M次方 对不对 因为我们try的时候 是用x的M次方try 你已经知道可以讲 那第二个怎么办呢 第二个一定是第一个 乘上的什么东西 现在呢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乘的呢 放在后面 我们发觉乘上log 绝对是x 它就是它第二个解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解啊 就可以简化成为 C1再加上C2 乘上log的 绝对是x x的M次方 OK 这样子就是它的解了 第三个状况 假设A-1的平方 小于4B 所以这边会出现I 对不对 出现负的 负的开根号 就会出现I 所以呢 我们会得到M呢 会等于什么东西 前面一样 A分之 二分之一 减A 然后后面是正负 I I出现 二分之一 根号4B 减掉A减掉E的平方 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就有两个base 第一个x的M1 x的M2次方 那很简单 我们的Y呢 就可以整理完之后呢 变成什么 前面大家都有 同样的这个东西 就变成x的二分之一 减掉A次方 对不对 那后面呢 是这些东西 所以呢 要嘛你就是把它 干脆 简单一点 就是C1 x的M1 加上C2 x的M2 没有问题 OK 那我们就可以啊 整个都把它 弄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 上一次所教的 所有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看看一体立体 这一体立体 跟上一次啊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一次呢 我们是一个东西 一个堂皇 你下面有个重物 所以大家都一样 然后呢 我这个下面 再放一个平板 然后我让它 先达成平衡 怎么达成平衡呢 我让这个 平板呢 先放在一体里头 然后就开始 让它达成平衡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 Widen OK 平衡点的位置 就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开始啊 把它往下推一点 然后放掉 那进屋下发生什么事情 OK 所以呢 我可以 画大一点 我让它呢 往下沉一点 我往下拉了这么一点 拉了多少 Y 那我现在定义呢 Y在这个地方 朝下是整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这种状态下面 到底我下 我这个block 受到什么样的力量 第一个 这整个set 我用橘色把它 划起来 这整个set呢 因为你往下 拉了一段距离 Y 所以你会受到的力量 往上 F K OK 为什么FK呢 因为堂皇的 堂皇系数是K OK 所以这是堂皇的力量 但不只是这样子 你还会有怎么样 水对它的 液体对它的阻力 OK 假设 它告诉你的 我们先这样看看 它所受到的力量是 刺激 要等于反应 OK 刺激有什么力量呢 有两个力量 第一个 堂皇 对它 现在只有在Y方向 所以我们呢 只看Y方向的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那Y方向的 我们的力量呢 第一个 这个堂皇的力量 是往上的 对不对 所以是负的 可以歪 OK 现在呢 它告诉你 这个阻力啊 这个阻力呢 会跟着你的速度 相反 跟着你的速度 乘正比 那你的速度就是Y的 一次方微分 对时间微分 乘正比 它前面叫做一个 常数C OK 然后呢 它会等于这样 因为它跟你的速度 假设你一放掉的时候呢 会朝上 对不对 那它跟着你的速度 乘 因为你的 本来说你朝上嘛 所以阻力朝下 阻力是不是正的 是正的 但是它要C 再乘上你的速度 现在速度是朝上 那不要忘掉 我们当初定义 Y是朝下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面呢 速度你要加个负号 因为它是往着负的 Y走前接 它要等于你的总质量 假设下面那个平板 没有质量 在乘上 加速度 加速度是Y的两次方微分 整理一下 你就变成Y的两次方微分 加上C除以M Y的一次方微分 再加上K除以M 乘上Y等于 你就得到第一个实质 OK 那我们就要开始来解这个式子 开始来解这个式子 这个一看 这个不就是 我们这边讲的 常数的二阶微分方程吗 对不对 所以只要看 这个颜色的就可以了 所以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可以try try什么呢 Y等于Explanetial Lambda X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很快就得到个特征函数 Lambda平方 再加上C除以M Lambda 再加上K除以M 等于0 你会得到这个特征函数 OK 那这个特征函数很快 你就发觉 Lambda可以起成什么 二分之负的C over M 对不对 对不对 正负 所以一样列出来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又要来讨论啊 因为这边的这个C 它没有告诉你是多少 所以浓稠一点的C很大 C一点的呢 C很 C就很小 对不对 质量大了 M就很大 弹光系数大了 K就很大 不管怎么样 系统给你了 就固定了 所以呢 在这个状态下 C over M K over M 都是场所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Case 一个一个来 来分析它 OK 所以Case 1 Case 1是怎么讲呢 当这个 第一个的平方 减掉后面这个呢 要比较大 OK 它要比较大 或者是你喜欢 重新写一下 比如说这个变成负的 2M分之C 正负 2M分之1 我把M提出来 所以你会变成C平方 减掉4KM OK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Case 1 是当C平方 怎么样 大于4倍的 K乘上M 是这个状况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有两个解 第一个Lamda 1 会等于什么 负的2M分之C 加上 2M分之1的 根号 C平方 减掉4KM 那么Lamda 2呢 就等于负的 2M分之1 C 减掉 2M分之1 根号 C平方 减掉4KM 我们就会 写成这个样子 OK 所以我们的解呢 非常快的 我们的解呢 就是有两个 假设呢 我们把前面这个定义为 负的Alpha 正负 Beta OK 假设我们这样定义 好 这样子定义的意思 就是代表一件事情 Alpha呢 就等于负的 Alpha就等于正的 2M分之C 我看看 对 那Beta呢 就会等于怎么样 2M分之1的 开根号 C平方 减掉4KM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将一来我们的解啊 会等于C1 乘上Y1 Y1是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Lambda1 Lambda1是负的Alpha 再加上Beta 不然我这样子写 把它弄个刮糊 这么就变成负的 T OK 再加上第二个 C2 Exponential 负负的正 Alpha 减掉Beta T 没有没有没有 等于 Alpha Lambda2 变成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就得到两个 Exponential 都是负的 假如说 有一个 Equation Exponential X次方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它是指什么意思 它是指X增加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1 X增加的时候 它快速的增加 假设有个是Exponential 负X 它指的是什么 X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1 之后呢 它快速的 Decay下来 假设我们现在指的是 时间T 那么 这些 通通都是T 假设这个也是T 那我们就把它 通通通换成为T 那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当时间增加的时候 这个数字呢 急剧的下降 OK 这个呢 是急剧的增加 那从这边看起来 Alpha加Beta 或Alpha-Beta 各位看看 Alpha加Beta Alpha是什么 Alpha是 2m分之C 是正的 对不对 C是 前面给你的系数 这个一定是正的 M是质量也是正的 所以Alpha是正的 Beta是什么东西 现在K是1是 C平方要大于4km C平方要大于4km 所以呢 这个一定是正的 有2m分之这个 什么东西 对 好像是相反的 对不对 对 但是你不要忘掉 一件事情 主力是正比于怎么样 C乘上速度 正比于这个 C乘上速度 C是个常数 但是在我们目前 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是假设 先拉一段 往下 然后放掉 你说这个吗 这个 没有 我把这两个通路移过去 没有没有 你先看 你先看我怎么弄 我一放掉了之后 这个瞬间 弹簧力是不是往上 弹簧力是什么 幅克定律是什么 正比于什么 K乘上位移量 这是它的量 对不对 我现在位移量 我坐标是 Y朝下是正的 所以我位移量 是不是正的 所以力量的大小 我知道了 是KY 但是我一分析 它告诉我 力量应该朝上 对不对 朝上是不是要加个负号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主力是 C乘上速度 你告诉我 我放掉之后 它速度是朝哪边 朝上 但是我坐标 站得在哪边 朝下 它是不是要加个负号 就出现了 OK 你坐标一定要先决定的 你才可以去分析它 OK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了 好 好 那我们继续来一下 继续来什么东西呢 因为呢 这个一定是正的 所以β一定是正的 OK 所以α加β一定是正的 所以exp 负的一个正的值 乘上t 事实上就是一路下降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一项会越来越小 那么这个怎么办 这是α减掉β β跟α有什么关系 看这边 α是2m分之c β是什么 2m分之 上面呢 不是c而已 假设没有后面这一下 c平方开根号也是c 它还要再减掉一个东西 但是c平方一定比后面这个大 因为这边告诉我们的 所以这个开根号的结果 一定小于c 所以就告诉我们 β一定比α小 所以α减到β一定是正的 又是正的 只是比这个小一点点 正而已 对不对 那前面你又加个负 那就代表exponent 就负一个数值乘上t 这个数值是正的 那它也是decay 这样合理吗 我们看看 假设你把你这个东西 放在一个浓稠的液体里面 你预期它要怎么样 对 你预期它越正越小 假设很浓稠 跟糖浆一样 跟泥巴一样 你拉下去 它就慢慢拉回它的平衡状态 就停了 对不对 它顶多就只能这样 它能不能这样多正几次才慢慢停 很难吧 你很浓稠 它大概就只能够回到原位而已 如此而已嘛 你怎么整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叫做 给它一个名词啊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 overdamping ok overdamping 过度的damping 所以呢 各位看看啊 你们的这个 课本里面啊 有画两个图 我也把它稍微画一下 这时间t 这个地方是y 第一个case呢 是说 假设 我这个y啊 一拉 我们从这边看嘛 好 假设y是正直 一开始呢 是正的 那么另外一个case 就是说 y啊 一开始啊 是负的 ok 对我们这个坐标系统 是正直 就是往下拉 它一开始有个位移量 ok 一开始有位移量 但是不要忘掉 我们并不是拉在这边之后 让它静止才放掉 这只是一种状况 我可以拉下来的时候呢 推一下 推的同时把它放掉 让它有往下的速度 或者是往上推一下 让它一个往上的速度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这边起始条件有两个 第一个就起始的位置 是往下呢 还是往上 ok 起始的位置 这是起始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起始的速度 我可以是往下推的 往上推的 一个位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得到 两个 结果 ok 第一个 假设你是往下推的 往下推的 那你是不是 瞬间的 你要先往下一下 然后才开始 因为弹簧是往上拉了 往下一下 然后开始往上拉 对不对 你应该要 应该要这个样子 不然这样好了 我重新画一个 画成坐标系统 跟它一样 大家才不会搞糊涂了 我把Y呢 画成朝下 叫做正 因为那边朝下 叫正 对不对 这是T 所以一开始 我是正的 比如说Y是这样 然后你往下推一下 往下推一下 让时间跑 那你可以发觉 它一定是先这样 上来一下 但是那很快的 你这个跑的速度 也有受到 这个议题的阻尼 它就很快就 就停下来了 一停下来之后 弹簧继续往上拉 它就开始恢复 很快的呢 它就回到平衡点的位置 Widen一点 就是平衡点的位置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有个可能是怎么样 我拉到下面之后呢 我不给它出速 就放掉 就这一放掉呢 我们发觉呢 它立刻就开始缩小 很快的呢 它就平衡了 OK 第三种状况是 我拉下来之后呢 往上一个推力 给它个出速 然后就放掉 那么它有两种状况 出速的话 第一个 无论如何 这个一定要 立刻减少 对不对 这个呢 一定要立刻的减少 它有可能是这样子 平衡的更快 但是你我要是速度呢 推用力一点 推用力一点 它有可能换过平衡点 之后呢 才又慢慢的掉回平衡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呢 有这三种状况 OK 白色呢 是出速 朝下 这个呢 这个呢 初速 为零 这个呢 初速呢 朝上 它可以有这样子的 OK 再来一个呢 假设 我现在啊 歪在这边 一开始 我这边讲的例子是 我把它往下拉 假设一开始 我就把它往上捧呢 那是不是唐红要 把它往下压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 往上捧 捧在这边 假设一开始 往上捧的时候呢 我就给它个往上的速度 推一下 那它持续要往上跑 之后呢 才慢慢的掉下来 对不对 这一定是这个样子 我应该用同样的颜色好了 抱歉 这个呢 就应该这样子 第二个呢 是我往上顶一点之后呢 直接把它放掉 然后它就 唐红就开始往下压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这个样 第三个我往上之后呢 我可以往下 去推它 唐红已经往下顶了 我又往下推 所以它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轻轻的推 它很快就平衡 另外一个推的太用力 它跨过了平衡点 又拉回来 所以呢 我可以是怎么样 这种状况 或者是 过去之后呢 再拉回来 这两种状况 都有可能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 那一般我们的汽车啊 你的 或者是摩托车 上面的避震器啊 你当然是希望是这种 这种也就是说 当你开车 经过一个坑洞 或一块石头的时候 你的弹簧 震一下 然后就好了 OK 但是呢 假设你没有后面的 那个圆柱形 里面有油的 那个叫什么 Shock Absorption 就是代表它这个 吸收吸收器 就是damping 好像一体这样子 你要是车子呢 撞到一个石头之后呢 车子就一直震 一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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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舒服哦 对不对 一边坐车 还有一边帮你晃 那这样子 大家会受不了 OK 会受不了 你希望能够 很快地把它damp下来 就跟一个建筑物一样 建筑物你不希望 地震来的时候 它就跟着你 越晃越大 越晃越大 最后啪一声断掉 你当然不希望这个样子 你希望它晃一下 立刻就停下来 那这个时候 你就设计成这种阻尼 顶多只震一次 然后就回来了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呢 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当这个c平方 就等于4km 所以呢 它不见了 对不对 因为它等于0嘛 它不见了 所以lambda就等于一个 case2 OK 它是什么 c平方等于4km 那么这个时候lambda呢 只有一个负的2m分之4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就是这个状况啦 我们的答案就只有一个m 所以呢 我们的解就是x 抱歉 我们解只有exponential lambda x而已 对不对 它的解就是2分之4 所以另外一个解呢 前面要乘上个x OK 所以呢 你就会知道 我们y of x 会是等于什么 c1再加上c2x 乘上exponential lambdax 负的2m分之c的t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请各位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c over 2m是正的 是exponential 负的一个正的值 乘上t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我稍微在这边分析一下 所以说 当t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1 假设这个是1 所以它是这样 很快速的decay下来 这个是 exponential负的2m c分之t 那前面这个是什么 x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c1 x增加的时候 它一直增加 以一定的斜率 c2的斜率增加 后面那个呢 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c1 再加上c2x 你要这两个相加 所以呢 这条线一直增加 但是后面这个exponential 一直的减少 不要忘掉 最后谁赢 一定是exponential赢 OK 抱歉 这边不是x的 这边就是t的 因为t的增加 是线性的 后面这个增加 是exponential decay 最后面呢 一定通通都decay OK 一定decay到0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稍微的 来分析一下 它可能是什么形状 OK 所以我们先举 第一个 t y y朝下 因为我们这边 是设定完 假设一开始呢 你往下拉一个距离 拉一个距离之后 你就分几种状况 第一个往下丢一下 再让它回来 第二个呢 直接放掉 让它回来 第三个往上丢 又让它回来 OK 好 所以第一个 所以第一个状况呢 你往下丢的 它一样 会达成平衡 就是这样子 第二个 你乖乖的把它放掉 直接放掉 不给它出速 它会这样很快的平衡 第三个 你往上 有一点力量推它 就看你推的力量多强 假设不是很强 它是这样子平衡 假设有够强的 它可能会跨过来一点 然后又平衡 OK 非常类似这个样子 当然 抱歉 这边我画得不太好 好像会让人家误以为 长相都一样 事实上啊 不太一样 OK 它会类似这样 当然这两个长相 未必完全一样 但是特性呢 分析起来 差不了多少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 K13 K13是什么状况 K13当然指的是颠倒 C平方 要小于4km OK 要小于4km All right 等一下 这一边 这个特殊的状况 我们叫做 Critical Damping OK 这个叫 Critical OK Critical Damping 那第四个这个呢 就相当于这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解呢 可以写成Explanetial 或者写成Sine Cosine 我喜欢三口三 我们来看看 那这个时候 Lambda呢 Lambda1 会等于什么东西 Lambda1 会等于 负的 2mC 加上 2m分之一的 根号 4km 除以C平方 减掉C平方 那Lambda2呢 就等于 2m分之1 减掉 2m分之1的 4km 减掉C平方 对不对 那最后 我们的解会是什么东西 Y of X 我们喜欢把它写成Sine Cosine 所以前面是个 Explanetial 负的2mC分之T 里面的 乘上A Cosine 2m分之 根号 4km 减掉C平方 T 再加上 B Sine 2m分之 根号 4km 减掉C平方 T 它的解就是这样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可以用 类似的分析 就好像这边 当初是用这个分析一样 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前面这个是什么 Explanetial Decay 跟它一样 对不对 所以画起来好像 Explanetial Decay一样 我们的Y要朝下 好 把它颠倒过来 这样子 假设 那假设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Decay的 它就要这样 OK 它就是这样 那后面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个震荡 你看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永远等于零嘛 所以只有它有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会等于某一种震荡 我随便画 画个Cosine好了 比如说它会这样震荡 这两个要加钱 要乘机乘钱 这一乘的意思就是 我这个东西一直缩小 这个东西的政府 也会受到我的限制 一直缩小 所以呢 它的震荡会形成 什么样的方式呢 画得不太好 画下面一点 它这个Exponential呢 我就要画出一个漂亮的Exponential 接近的样子 OK 当然这边是越来越小了 那真正的震荡呢 总和起来的 是怎么样呢 它就越震越小 越震越小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样结起来呢 它的状况有很多种 那你现在问题就是说 那你到底要它 是哪一种 你希望你的设计的 对象是谁 它应该要怎么样 那你就要自己做决定 OK 好 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 对不对 没有错 谢谢 OK 现在剩下要讲 就非常简单 一样 这几个Theory呢 除了其中一个 叫你们回家 自己去证明之外 其他的 我们基本上不证明 就把结果直接拿来用 OK 好 我们假设现在有个Second Order Linear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那么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OK 这个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你可能会有Initial Condition 第一个Initial Condition 就很简单 我们说Y 在X等于0的地方 等于某一个数值的地方 它会等于 当X等于X0 好了 它会等于K0 第二个呢 Y的一次方微分之后呢 在X等于0的地方呢 它也会等于某一个数值 叫K1 所以假设叫Initial Condition 1 Initial Condition 2 OK 那这个时候最后面 你会有个Solution Y of X C1 Y1 加C2 Y2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就是大家所收知的 那么 第一个重要的理论 它是告诉我们 If Theory 1 OK If If PX And QX Are Continuous Function 它是连续的函数 在哪边呢 在一个空间里的 On 在某个开放的空间 也就不包括边界 它在这里头呢 它是连续的 OK 它是连续的 而且呢 再加上 X0呢 也是在I里头的 某一个数值 也就是Initial Condition里面 指的X0 也是在里面 的一个数值 OK 那么 这个时候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Equation 1 And 再加上 Initial Condition 它有一个什么呀 Unique Solution Has a Unique Solution Y of X On I 它只有一个Solution 所以这个时候 对于这个P跟Q的判断 就很重要了 你要解决的范围 是在什么范围 P跟Q连不连续 假设连续 那么 它的解就只有一个 我们从前面 讲到现在 那全部都是连续 它没有到什么地方 跟你跳一下 或干嘛的 它没有 它没有 有没有发散 没有发散 所以呢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它的解只有一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这么有信心的 你可以随便Try 反正Try到后 你可以把 Try出一个 一个可行的答案 我告诉你 它就是答案了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思考太多 那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请大家呢 要了解这个东西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Y1 Y2呢 R 它一定要怎么样 R Independent 它一定要独立 什么叫做独立 独立的意思就是说 Y1跟Y2啊 你很难 这是什么意思 好了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独立 What is独立 Definition of Linear Independent 它是说假设 它是说假设 你可以把这两个 Y1 Y2 做个线性组合 前面乘上K1 后面乘上K2 小K哦 让它等于0 假设这个0 一定要成立的话 它只有一种状况下 可以成立 就K1 K2 一定要等于0 OK 否则 它没有办法 那么 假设是这样子的 它就是独立 就好像 随便举一个东西 比如说 Sine Cosine Sine X 跟Cosine X 就好像这边 我没有讲到 Cosine跟Sine 对不对 这两个是独立吗 我把它乘上个K1 再加上个乘上K2 让它等于0 OK 这个0是 你X 不管X怎么变 它都要成立的 我可以说 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 因为没有Sine 对不对 那Cosine会等于1 假设要等于0 就代表K2 一定要等于0 好 假设K2等于0 K2等于0 你X怎么变 Cosine 任何数字乘上0 那也是0 那这个时候 后面这个 又要随时要等于0 那唯一办法是 K1要等于0 因为Sine 不会随时等于0 对不对 所以你得到的结果 是K1 K2 通通要等于0 它才存在 这个横等式 才会随时适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Sine跟Cosine 两个是什么 Ninearly Independent OK OK Ninearly Independent 那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知道 这两个 可以形成个basis 就跟坐标系统一样 OK 好 那问你一件事情 难道每次都要这样子 是吗 有没有简单的一个式子 可以告诉我们判断说 它到底是不是 这个Ninearly Independent 或者它是Ninearly Dependent 有 课本呢 我们告诉你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用Ronsky来判断 OK 我直接把结果写下来 有个叫Ronsky的 叫Y1 Y2 这两个解呢 放在这边 什么叫Ronsky 我们定义就是 Y1写成一个矩阵 上面呢 把Y1 Y2 放在这边 下面对它做一阶微分 看看这个矩阵 等于什么 它只有两个结果 等于0 或者是不等于0 OK 什么叫做等于0 等于0 就告诉我们 Y1 Y2 Or Dependent 不等于0 就叫Y1 Y2 Or Independent OK 为什么 它可以写成这样 请你回家自己念一下 OK 那这两个理论呢 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只介绍这两个就好 好 讲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 我们将这个 Second Order Ninear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Question 解完了 而且只在 我不是所有的都解完了 我们只讲了两个简单的Case 第一个Case 它前面的系数 都是Constant 第二个 不是Constant 但是它很简单 只有某一种特殊的形式 复杂一点的 多的是的 对不对 我们只介绍这两种 最简单的 因为这两种最好绝 OK 那其他比较复杂的呢 我们下个礼拜三 应该可以再讲 好了 我们今天呢 还有25分钟 还有35分钟 我们就开始来讲 假设我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它不再是其次了 这边不是等于零的 它是等于某一个函数 不其次的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呢 要把它放入 那你怎么办 记住一定要linear了 我现在只在处理linear 哪linear我不知道哦 OK 所以linear呢 它的函数都一定要是 x的方程式的函数 那请问一下 这时候怎么办 OK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基本上不管你是什么形式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你有个homogeneous的 ordinary differential question 你的解一定就是 可以解得到两个 而且这是unique 它只有这种 你你要先性组合之后 你会得到唯一一个答案 管你的形式是什么 最后 summention之后 一定都会是对的 一样的 它的解是这样 但是当你这个地方 是等于一个rx的时候 你这个解完整吗 不完整啊 我们在一阶温方程的时候 已经告诉大家了 当你有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要加上一个什么 particular solution 你要再加上 某一个特别的函数 这个时候 它才会是它的解 OK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个非其次的时候 non homogeneous的时候 我们先计算 homogeneous时候的解 就是前面这个部分 最后再计算 它等于某一个函数 时候的particular solution 把它加起来就是了 OK 这个时候就是它的解了 也就是说 我可以这样子写 它会等于homogeneous的解 再加上particular的解 那前面就是homogeneous的解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做这两个步骤 就好了 好 所以我将这个步骤 很简单的 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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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这边 好了 OK 假设呢 我们有一个 那么 step one solve solve solve什么 homogeneous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 y homogeneous的解 c1 c1 y1 c2 y2 第二件事情 step two solve y particular solution from nonhomogeneous 对 nonhomogeneous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个 particular solution 那step三 就是把它通通都加起来 一个complete solution 这是我们会说 y of x 是个complete solution的话 它会包含 y homogeneous的解 再加上y particular的解 这样子就是 OK OK 那 假设要这样子做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 我们都已经 已经教过了 假设 homogeneous 是很简单 前面那两种形式的 我们都已经知道怎么解了 假设不是 那 那 那再讲了 OK 那剩下的时候 假设后面呢 它有个东西 那我只要把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解出来就好 那剩下 剩下的是step二怎么做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你还是可以用猜的 OK 还是可以用猜的 某一种状况下面 你可以用你的感觉啊 它的答案 大概是什么东西 反正它的解 应该只有一个解而已 因为前面有个unique solution 对不对 后面呢 可能未必只有一个unique 有好多种 反正你就是先把它找出来 加回去 就是个完整的solution 那现在剩下的 后面这个怎么猜呢 怎么猜呢 假设猜得到 哇 那就实在是太棒了 OK 但要是假设猜不到 该怎么办 嗯 那就比较麻烦了 OK 这样子 我直接告诉大家 怎么猜 好不好 直接告诉大家怎么猜 会比较简单 好 我在这边做一个 表格 这个 做一个表格 坐在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看 用几个例子来看看 它合不合理 好不好 OK 前面是Rx的形式 就是 男homogeneous 等号右边这个形式 右边就是 我们来猜它的解 可能是什么 OK 来猜猜看 反正 最后只要 带进去吻合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你前面 你后面得到的是一个 K 某个常数 乘上 Exponential Gamma X 不是这样 Exponential Gamma X 那么这边 你要怎么猜呢 我就猜啊 它是 某个常数 C 这个常数 可能就不是K 后面再乘上 Exponential 一样的 Gamma X 我就假设 它就是它 没有第二个选择余地了 OK 好 第二个 假设是某个常数 乘上X的N次方 其中N呢 是等于0啊 1啊 2这样子上去 那右边怎么猜 右边啊 我就把各个次方的 X 通通通都把它 假设进来 假设一开始是K 是N次 那我就第一个 KN 这个KN是什么常数 我也不知道 就是要解的 再加上 第二个 KN-1 X N-1 一直下来 加到 K1 X次方 再加上 K0 我就假设 它的particular 手组群 就是这个形式 然后把它带进去 每个系数项 把它解出来 看看可不可以 好 第三个 假设是一个K 乘上cos OmegaX 前面有个 什么样的系数 那么你怎么猜 或者是一个K 乘上个 Sine OmegaX 你怎么猜 这个时候我们两个猜法都一样 管理321 我可以假设呢 后面是一个K 大K K是什么 我们再慢慢求 它乘上cos OmegaX 这个时候就一样了 再加上 Sine OmegaX 前面呢 再乘上一个 代球的系数M 当然啦 假设有个是 这两个的combination 比如说好了 比如说有个K 那乘上 Exponential的 AlphaX 里面再乘上 cos的OmegaX 当然你可以乘上 Sine的OmegaX 那这个时候呢 我怎么假设 因为Exponential GammaX 可以假设成 同样的形式 前面乘上某个常数而已嘛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假设啊 它也是Exponential GammaX 那前面的常数 我要不要假设 可以 只不过我可以把它乘进去嘛 因为cos 你看到cos 就假设成这个样子 我就把常数乘进去 前面还是常数啊 我就可以这样假设 OK 看他讲那个老半天 好像是真的 来来来来 我们来算一个看看 看看他到底真不真 看看他到底真不真 是什么事呢 是什么事呢 谢谢观看 OK 假设我们的题目是这样 y的两四方微分再加上y 会等于0.01乘上x的平方 请你求他的解 而且他给了两个initial condition y在x等于0的地方等于0 y的一次方微分 在x等于0的地方是等于15 1.5 对对对 这个是alpha 前面alpha后面就alpha OK 谢谢 好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我们不是根据step1 要先求homogeneous的解 那我们就先求 这个 的解 这个解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try了 对不对 这个解是很快的 我们就try 因为它是常数 y等于exponential lambda x 所以很快你就得到特征函数 lambda平方再加上 1等于0 所以lambda呢 等于什么东西 lambda等于什么东西 i嘛 right 正负i 是不是 付一的开根号嘛 坑号会等于i 但是开根号它是可以付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y 这个地方是homogeneous的解 会等c1y1 再c2y2 你要么就把它写成为a cosin omega cosin x 再加上b sin x 好 这个算出来了 第一个算出来了 这个是第二个式子 OK A跟B是什么 不知道 反正目前只是个一般的解而已 Step 2 Step 2 我们就要开始来解后面这个 我们发觉r of x呢 是等于0.001的x平方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 k乘上x的n次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让它呢 我们假设呢 有个particular solution 是什么形式 某一个常数k k等于什么 不知道 有待 解决 我们叫做k2 因为呢 这边要x的平方 再加上k1 x的一次方 再加上k0 我们假设它就是这样 这个是第12 第三个式子 假设第三是解的话 我们可以把第三啊 3丢到第一个式子里面 要ok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解嘛 所以为了做这件事情之前呢 ok y的两次方微分 他要两次方微分 第一次微分是2 k2 x 再来微分一次变成 2k2 2 k2 后面的一次方微分 就变成k1 再微分一次就变成0了 所以二次方微分 就只有它 再加上y 自己本身 k2 x平方 再加上k1 x 再加上k0 要等于0.001的x平方 x平方只有谁 只有它 是不是 那你来比对一下 你就发觉k2 等于0.001 然后剩下的 剩下的 这边还有什么 我看看 剩下还有这个 这个是 ok 或者是我把这边这样子写 加上0 乘上x一次方 再加上0 所以第一个 二次方的k2 要等于它 k1呢 是一次方的 要等于0 最后还有两倍的k2 再加上k0 要等于0 所以呢 k0立刻可以从这边求得 k0会等于负的两倍k2 负的0.002 所以这样一来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yp啊 是不是要等于 0.001 x平方 再加上 k1等于0 没有了 再加上k0 k0是负的 减掉 0.002 这是第四个字 ok 所以 从step 3 step 3 是不是告诉我y of x 要等于y的homogeneous 再加上y particular solution 就好 那么你就会变成为 a cos x 再加上b sin x 乘上 后面的这个 0.001x平方 减掉 0.002 这是我们complete solution 唯一还没有解决的 只有a 跟b 还没有解决 两个位置数 这边有两个边界条件 可不可解 可解 对不对 立刻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那 我还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真的是它的解吗 第五个字 真的是它的解 抱歉 抱歉 这边不是成的 这边是相加的 当然会是它的解 因为呢 y是等于两项 相加 那你把它带来这边 两次方位分 也等于两项 各自两次方位分 自己也是自己 对不对 频频凑凑一下 你发觉 它真的就是它的答案 不信你把它带进去看看 这个很等式会不会存在 你发觉它存在 ok 你发觉它是存在的 所以那是对的 ok 所以假设可以这样子 就很简单 纵使是碰到一个 我们不是很熟悉的 我们还是可以猜 只要猜得出来 答案就跑出来了 ok 那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好 这个部分呢 我指的这个 只是一种方法 ok 你们课本呢 有介绍三种方法 另外两种 大家回家看 ok 我不教 大家回家练习一下 你总要自己看一看 学一个新东西 好不好 大家回家练习一下 所以我看看 那个是在第几页啊 第几页有讲到这个 如果 在第八十页 八十页 它有choice rules ok 你看page bars 好 那我们所剩的时间 不足以让我们全部算完 但是我还是要把那一题 稍微讲一下 讲到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来看看 要怎么做 好 我要把它从这边擦掉 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我们利用我们刚刚所学到的技巧来看 我们刚刚的问题呢 先前有讲个很简单的 你一个弹簧下面 放在个重物 重物呢 下面有个圆盘 圆盘呢 放在一个议题的 里面 对不对 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例子 这是m 这是k 所以很容易的 你就可以 把他的 这个equation列出来 比如说是这个样子 但现在有个问题 这个呢 是很简单 是说你放掉之后 它就开始 自己去作用了 你没有外力提供 假设你有个外力 假设你有个外力 那是不是我们这边 要有一个 RT出现 所以你现在给它一个力量 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你怎么解答 好像那个RLC线路 R L C 假设这边给它一个交流点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之前解的 因为我们只会其次 只会homogeneous 所以我们都假设这边没有 我们都假设你外面没有力量去推它 但实际的状况 都需要有外力去推它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解 我们必须要把它解出来 OK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case 所以呢 同样我们今天解这个问题 就很简单 当这个力量进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OK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怎么解答 你们李顿力学交到这边了没 交到了没 还没啊 你们现在在交什么 李顿力学在交什么 在交什么部分 交什么 哦 还在平衡啊 就这样子的这样平衡啊 近平衡啊 这个还用 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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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呢 哦 就稳定不稳定 OK 很快的他就会教这个东西了 他会教两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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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解震荡 再教两颗减解震荡 再教三颗怎么减解震荡 四颗怎么减解震荡 五颗怎么减解震荡 六颗怎么减解震荡 OK 你要从这里面学得很多idea 所以我们下一次呢 哦 我们花一点时间啊 我放一些影片给大家看